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和温哥华的地產經紀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希望2022年大家都會一切順利 每年的年頭 第一個有關於房地產買賣樓的消息是政府股價 新的政府股價通常會在1月1日更新 大家有樓的朋友上bcassessment.ca的網址 鍵入你的名字就會看到新的股價更新 在這個時候有人開心 有人愁 當想賣樓那一年 大家看到今年想賣樓 股價升了 就會覺得很開心 應該買到好價錢 像我們這些不想賣樓的人 看到又升了 地稅又加了 因為地稅是根據bcassessment的價值去計算出來 所以普遍不想賣樓的人都希望價值最好不要升 買價也是 也希望assessment價值不要升太多 我們上一段影片就分享了一些和租務有關的知識 以及一些資訊 這段影片也希望借assessment價值升的機會 跟大家分享有關於買賣樓 尤其是由賣方銷售的角度 去講解賣房賣樓時 如何準備整個流程 甚至中間會採用的技巧策略等等 為何想跟大家分享這件事呢 回顧2021年的話 其實全年樓市都比較熱烈 我想大家在不同的頻道 或者是新聞都會看到 我都過了一個很人格分裂的一年 因為同時作為一個經紀 我會代表不同的客戶 有些是一個購買樓的客戶 有些是銷售想賣樓的客戶 其實他們中間 我要去做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 我代表買方的時候 盡量想幫買客戶 以一個最好的價錢 最適合他 最低 或者最能夠滿足他心理價位的價錢 去買到他最喜歡的物業 夠了你不要再搖了 然後去到seller那邊 代表seller的時候 賣家去賣樓 賣一個人生最大的產業 希望賣到一個高價 最好就快點賣到 賣得順利賣得高價 所以全程去年都是這樣拉腳 所以也希望借這條影片 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有關賣樓的資訊 也希望與此同時 準備買樓 甚至是女女遇到失敗的朋友 你都可以從中了解一下 這邊的人原來掛牌的流程 和他們心目中想的東西是這樣的 甚至他們有用什麼技巧 希望你在下一步去買樓的時候 你都可以成功了 去掛牌一個物業的時候 首先要考慮的是一個價錢的因素 這個有分為市場價 和賣家的心理價位 還有就是開價 市場價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市場價是一個數據分析的結果 再加上一個實地考察去看你的物業 數據分析其實我們會綜合一些資訊 這些資訊是什麼呢 首先其實包幾樣東西 第一我們會盡量找一個 和你的物業最近似 和時間上最近的一個成交紀錄 但是有些時候 往往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很精準 和你一模一樣的單位 Condo也好一點 Townhouse的話就根本不可能一樣 高度上沒有人跌上去 獨立屋的話更加是 因為你有涉及土地大小 方向 正方形 線形地等等 有沒有電線桿 這些太多太多的因素 所以我們通常不會給出一個價錢 你的房子就值100萬 這樣就不會的 通常是一堆的資料 我們會每一樣去講解 將範圍慢慢縮小 這一區 你這一棟 還有你這個樓層的range 或者你這隻戶型 有些什麼是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三個月 甚至是沒有什麼數據的話 六個月的成交 可以幫助你去分析 和了解一下市場 因為有很多人賣樓 有些人可能是專業買賣戶 經常有買賣 可能很熟手 但也有不少客戶 他可能是初次買賣 或者他對上一次賣樓 已經是很多很多年前 他對這個市況 已經不太更新 他可能只知道 現在的市場很好 但有多好呢 好到我層樓值多少錢 這是需要一些數據 告訴你 除此之外 剛才也說了 數據始終都是數據 但這層樓是一個形象化的東西 你室內的裝潢、設計、保養、潔淨程度 乃至你望出去的方向、view等等 其實都會有影響 所以通常我們是將這兩件事 和你做一個可能是半個小時 甚至過兩小時的一個報告 令你可以全方位了解到 你層樓如果掛牌的話 我們可以預期大約是一個什麼價錢 這個數字 往往都會跟我們一開始的 BC Assessment Value 剛才我們一開始提及的 是不同的 因為政府股價 它能夠反映的 其實是去年7月1日那一日的報價 是政府一些內部的審計 是它透過一些資料搜集 去做出的一個價錢 方便去計算地稅 大家賣樓希望賺的 不是半年前的數據 而是最實時的 所以大家往往會發現 政府股價和地產經紀 走上來和你做CMA的價錢 其實是會有分別的 有些可能會高些 有些可能會低些 有了這個市場價之後 賣家通常都會有自己的心理價位 有時這個心理價位 可能會很貼近市場價 有些賣家可能會想賣貴一點儘量 因為我覺得我的層樓怎樣值錢 有些賣家可能因為某些特殊原因 很心急希望快些買到 可能會是低於市場價 他都願意賣的 有這三種情況 我們現在說一下開價 開價其實分三種方式 一種是低於市場價 貼近市場價 以及高於市場價 這三種的開價方式 其實適合於不同的市場 我們說一說 剛剛過去往年2021年 是屬於比較熱烈的一個賣方市場 即是說很多買家在外面找樓 市場上其實是供不認求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看到特別多的低價策略 即是低開價 然後又搶高了 所以大家在新聞 或者身邊的朋友會發現 為什麼這麼多人去看Open House 為什麼一間屋收到十幾二十幾 三十四十幾個offer 甚至有些新聞出來說 某一間屋高於掛牌價 二十幾十萬甚至一百幾二百萬買出 都是這些原因 因為他們其實都用了低價策略 低價策略的原理 其實就是在一個原本 已經很多買家市場的範圍裡面 吸引更多的買家過來這個物業 因為我們買樓 其實有現場Open House可以去看的 當大家都是買家屋在那裡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群眾效應 覺得這東西是不是很棒呢 還有這東西好像很多人追捧 有些時候便宜 有些感覺性價比高 然後有多人追捧 便會很吸引 大家便會有一種不執書的心理 便會更加想買這個物業 從而包括下offer的時候 可能也會出一個更高的價錢 嘗試去搶取這個物業 有一個開架的策略之後 其實後面還有一套一個Marketing 為什麼可以吸引到一些人來你的Open House 都要有些視覺效果 照片 有相片 有影片 你去拍照影片之前 首先就是你的房子內籠 在這方面也收到不少朋友的問題 我準備掛牌我的房子 要不要找專業清潔 要不要收拾一下它 要不要做個裝修 這些都很多問題 其實我給大家一個簡單的解決 有三樣東西很乾淨的 很整齊的 和小東西 什麼叫小東西呢 就是盡量減少一些不利於優化你的房子 除非那樣東西你覺得放在這裏 可以優化你的房子 譬如說你的廚房很大 你清掉了 countertop之後 你有一兩盆花兩本書放進去 很漂亮的 你可以放下的 如果你家裡的傢俬本身也很漂亮 保養也很好 都可以放在這裏 令到大家有加的效果 但如果你說你的廳本身已經很小了 還有很多東西 這樣就未必能夠優化你家了 你可能考慮一下有沒有東西可以放進去Storage 這些是拍照影片之前的撿屋清理的效果 做了那件事之後 地產經紀我們就可以去找人來拍照影片 做這些工作也是 簡單來說 我們最終的目標 就是希望可以有多些人來到Open House 實地來看樓 從而令到多些人會參與這個競價環節 或者就算我們不是低開 我們行市場價 或者是高開也好 起碼令到potential的買家 對你家屋能夠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們用什麼頻道呢? 其實你找大溫哥華這邊 任何一個地產經紀 你跟他簽了listing contract之後 他都會把你的盤掛上MRS 一上去我們這個地產局內部的MRS system 他就會自動聯通到你互聯網上看到的 所有大部分的地產網 英文網站realtry.ca reaw.ca 中文網站 溫房網站 全部都會看到你的盤 這是最基本的Marketing 但是呢 這是一個很主動搜索的Marketing 什麼意思呢? 那個買家真的找到這層樓 他才會看到你 那個數量相對來說是有限的 我們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職責 就是盡量希望去優化你的盤出現在別人面前的機率 大家會看到我上映的影片 通常我都會勸於屋主盡量把屋子收拾得乾淨 收拾得漂亮 這樣才去拍片 但是期望我做了這條20分鐘的影片 給大家看的時候 觀眾可以20分鐘都可以看看整間屋 他留在這裡看的時間越多 相對來說他對這間屋的印象越深刻 就算他自己不想買這間屋 可能他身邊的姨媽姑姐的朋友說起 他就會說這間屋可以 你可以上Carrie的頻道看看 有沒有興趣去過Open House 這就是我們希望達到的效果 我現在都在想新一年可以試試新東西 我會在IG試試用英文的方式去展示樓盤 又或者是小紅書 或者其他頻道試用普通話 照顧一些內地的朋友 或者我的台灣朋友經常都看不明白 所以多一點的exposure 令到多一點不同國籍的人 因為始終溫哥華或者加拿大是一個多國籍的地方 講英文、講中文、講什麼文都有的 希望多些人可以看到這個盤 從而… 又來了 又來了 都沒有人有發作 好的